我当时跟这里的妹妹结婚了 基本上是16岁啊 兄弟们昨天八点兄弟啊 他母亲要求我们去他家里吃个饭 现在是上午的十点了 咱们先出发 到那边看能不能提前把这个菜买了 这边属于沙漠型型号 很多人家养过 今天最高气温45度 咱也不知道在那边吃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这是大帅家附近的菜市场 咱们找一找有没有卖肉的 刚才我们问过了 这边没有卖牛羊肉的 都是自己家养的牛羊肉 只有卖鸡肉的 咱们现在跟老板说买40鸡 看看这边卖鸡的 里边同时卖兔子 这边人也爱吃兔子 这好像就是我们之前建的战斗鸡 这边小孩都围过来了 看看我这个外国人 他们这边人根本就没见过外国人 比较偏远 兄弟们这是名副其实的苍蝇套 看看这个苍蝇 学会你们多不多 杀鸡的时候我们过来买点饮料 OK买四瓶 特别大的这一桶可乐和雪碧 这是相当于4块钱一瓶 非常便宜在这个村座里 3700卢比不到100块钱 一共是6公斤多一点 倒个蔬菜盘我们再买点蔬菜 这边的菜明显感觉 就没有那个城市里卖的好 他们估计都是种好了菜 把那个好的东西卖给城市里 半成不熟的 然后留在自己卖 我们买完了 这些蔬菜花了200卢比 也就是4块多 然后现在我们拿着去 希望他们家里没有买菜 哎呀 来了 你好 买饭了吗 没有 那正好走回家做这个 这个他的小弟弟 他今天要请我们吃饭 然后特意回来的 这是特意出去买了冰块 然后放在这水里 这个水就是冰的 大帅这冰块多少钱 40卢比 40卢比 有一块钱 一大桶冰 这个小弟弟今年12岁 看到长也挺高的 基因好 这个小弟弟 现在带我们去 他的大爷家隔一道墙 但是要绕一圈 他说那边做饭方便 不让在这边做 这个就是他的大爷家 叫什么看一下 这个大爷家生活条件还好一点 平时他们属于联合家庭吗 生活在一起 这是我大爷家 这是你大爷家 他家有多少动物 五只牛一只羊 五只牛一只羊 其他的应该出去散去的 这个过来 兄弟们 大帅让咱们过来 刚才找了半天厕所 原来带我来上厕所了 这是一个室外厕所 看一下 这里还可以洗澡 他们两个家庭 都用这一个地方 这边是一个卧室 他这个卧室 就比大帅家卧室好多了 这个墙刷水泥也刮了大白 还整个粉色的 这里还有个小电视 这是厨房 大家们这是厨房 好多的女士 咱们不太方便拍 就大概再拍一拍 这是她的小妹妹 这边有燃气灶 这边做饭方便很多 我当时跟这里的妹妹结婚了 这里的妹妹 对 什么意思 就是她跟她大爷家的孩子结婚 对 你之前说结婚是跟这里的妹妹结婚 对 你们这边结婚都是跟亲戚结婚吗 一起结婚结婚会 那他们不可以自己处理一下吗 一般都是公布订婚女 那你结婚也订婚吗 一天 你不是这样 她自己喜欢的赵妹 赵自己喜欢 对 你们看啊 这个是她的亲大爷 她可能要跟那个大爷家的女儿结婚 比她小 说今年才16岁 这边结婚都可以跟自己的亲戚结婚 他们这边没有什么要求 而且一般都是很小的时候就订下了婚约 大帅之前说 一月份结婚 后来又说二月份结婚 现在为什么要说十月份结婚呢 她的房子也还没建好 所以她在建房子的房间 后来就 多月房子 她这个房子我看也没多少钱 怎么一直没建好啊 家里有小块的也要用钱 所以她用花碗呢 房子改了一半 哦 兄弟们原来是这么个回事啊 我一直不知道 然后这次来了我才知道啊 这不就她家吗 只有这个房子啊 已经盖完一半了 就差封顶 然后还有这个门窗户 她结婚嘛 要自己单独有一个房子 她才可以结婚啊 所以说她赚的钱基本都盖这个房子和养活家里了 这种生活环境的家庭啊 她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现在大帅的年龄已经19岁了 然后她的弟弟有一个15岁 然后有个12岁 然后还有12岁的妹妹 他们要结婚生子啊 这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啊 他们这边结婚还早呢 我才发现 只要是懂事的啊 家里只要能有一个屋子 他们就会结婚 基本上是16岁啊 他们这边法定结婚的年龄 就直接就结婚了 不注重这个知识 然后只想着赚钱来生活啊 就是为了一口饭 真情不容易的 这个我的哥哥 你好你好你好 这个房子是你哥哥的 哥哥长到一开始以为是他叔叔呢 这是我的爸爸的哥哥 这是大帅爸爸的哥哥 也就是大爷 然后这以后可能是未来到老丈 我还带着这个叔叔 刘华您可以来到我的家里 欢迎来到家 谢谢谢谢 在屋里还是太热了 刘华现在多少度 45度 刘华您来到我爸这三 现在是45度 这个树下 要比屋里开着风扇要凉快 现在咱们去大党芒果树下 我们的饭来了 今天就在这个芒果树下吃饭了 这个村里啊 主要的农作物就是 这是芒果啊 这是一个大的芒果树啊 这边全是啊 村口也都是啊 巴基斯坦的芒果啊 产量能达到二百万吨 但是呢 出口啊只有十万吨 我所在大帅的老家 这里呢 所有的芒果都被一个商人包了 就是他会把这个大量的芒果 运输到别的国家 还有别的城市 这样做生意 开始吃了 这个鸡肉做的真是看着都香啊 大帅给他母亲就好了 因为这边女士啊 更男的是分开做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芒果树下 就这么吃一顿吧 在巴基斯坦吃饭啊 就是可以不玩手机啊 也没办法玩 因为你要 双手都要抓这个肉和饼 都没离开了啊 家人吧 最后一个项目喝奶茶 这个巴基斯坦的冠礼啊 这两个弟弟不喜欢学习吗 不喜欢啊 这个没办法啊 这孩子已经大了 大帅每次出去之前啊 都让他们去上学校 但是他一走 这些孩子就回来找工作啊 也是不想让他哥哥这么累 可是挺不容易的 现在喝完奶茶啊 我们撤了 好了 谢谢你们 咱们下期见 拜拜